提到新能源车你会想到什么 首当其冲的就是各种层出不穷的自然事故 上了新能源车的领头羊特斯拉 下到十万出头的北汽欧拉威马 全都无意幸免 不仅如此 公调漏风 尾箱漏水 车身接缝不均 似乎在新能源汽车上已经成为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里程焦虑 加速眩晕这些问题 也都已经司空尽管 你是否愿意选择新能源汽车呢 坚持拥抱新能源的请扣一 选择传统油车的请扣二 为什么市面上电动车有那么多的毛病 这就要从平台说起 传统车企习惯拿自家的油车为基础 将动力总成换成电机电池 基本保持远用的底盘形态 虽然可以快速量产 做工质量也还不错 但是空间驾驶续航安全都会受到妥协 新造车企业虽然以纯电平台设计开发 但是为了争分夺秒推新车 很多验证环节就会受到压缩 工艺安全等问题也就接踵而至 而随着用户对出行需求和车辆功能的深入了解 谁续航长就买谁 这样简单粗暴的评价标准也在发生改变 高品质高可合性的品牌实力 满足未来出行的智能科技 以及高覆盖度高便捷性的人性化体验 这一综合评价标准 逐渐成为了影响新能源遮销会者 购买决策的重要因素 哪家企业设限能够拿出满足这一标准的电动车 这就具备了先发优势 在目前的合资品牌中 只有大众最先拿出了MEB电动车平台的方案 手管基于MEB平台打造的SUV ID4 Cross 也已在一系大众佛山工厂实现过产 为什么消费者愿意为品牌而买单 不只是因为面子 更为关键的是 品牌都有一个叫做体系平台的东西 汽车研发工程师根据体系来去设计零部件 只有符合体系验证标准的零部件才能装车 以一系大众的ID4 Cross为例 以MEB纯电动专属平台打造 车辆的开发重心从过去的发动机换到了电池 这就让ID4 Cross在关键的续航操控乘坐舒适性等关键维度 有了良好的表现 同时在大众的体系之下 有着一套极为严苛的生产工艺标准和检测标准 在生产喷涂装备工艺 3D安全测试等诸多维度 都有着远超国标以及其他品牌的验证级别 而这也是在用车层面 电动车能够做到安全可靠舒适的关键因素 同时随着车辆功能不断迭代 车辆的属性也不再只是把我们从A点到B点的工具 在这个升级的过程中 一辆车在智能科技层面的产品力 也成为了消费值在选购时的重要评价标准 以MEB平台打造的ID4 Cross 也搭载了更多的车载设备 比如AR HUD 不能将导航系统的信息投射到车辆前方的虚拟空间中 并且还能与5.3寸的数字仪表 12英寸的中控屏 以及全新的IDLINE灯带形成互动 能够打造这些全新的功能 也得益于MEB平台全新设计开发的E3电子电梯架构 传统的架构需要几十个ECU来控制 而在E3架构下 这些ECU集成到了三个车载于控制器中 大幅提升了计算效率 同时传输速度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这就好比我们从拨号上网到光纤入户的升级 只有更快的传输速率 后续在自动驾驶是能网联上才有可能实现功能的迭代 当然在电动车的购买决策中 还少不了一个重要的环节 那就是能否提供人性化的服务 解决消费者在充电补能上的焦虑 一系大众的ID4 Cross为原版引进 相比上期大众的ID4 X 一系大众不仅秉承了良好的德系车型的做工工艺和质量控制体系 而且针对消费者的充电焦虑问题 一系集团和大众集团参股成立了开麦斯充电合资公司 在一系大众的超级APP里边 直接导入了开麦斯充电网络 实现30分钟预约充电 急刹急冲等一站式充电服务体验 到2020年底 一系大众也会在北京 深圳 成都等核心城市 投建1800根超级充电桩 实现核心城市5公里半径的精准分布 消除用户的充电焦虑 One more thing DCC4指引悬挂在一系大众的ID4 Cross上也不会学习 在当下的电动车市场 一系大众ID4 Cross出现 让广大消费者有了新的选择 为何这么说 我们可以引入这个技术接纳生命周期的曲线来看 红轴为时间 纵轴为用户的数量 电动车的前十年 基本都是在野蛮生长 能够吸引到的人 大多数技术狂热者和常鲜用户 特斯拉大多都是卖给了这些人 他们可以为这台车的几个突出优点 而接受这台车的很多缺点 但是对于曲线中间追求实用主义的用户而言 他们跟早期用户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 他们有着一套自己认可的综合实力评价标准 品牌 智能科技 人性服务综合实力做的好坏衣服 极大影响了他们的购买决策 这些东西一直都非常重要 只是过去很多新势力没有重视 在新能源车市场不断走向成熟的当下 一系大众的ID4Cross也正好满足了上述标准 因此也就更符合成熟市场用户的用车需求 目前ID4Cross已经开启了预定 一系大众为预定用户量身定制了888台 ID4Cross的药液首发版 补贴后的售价将不会超过25万元 不仅如此 即日起登入IDHive网页下定 首人车主还能享受包含电池质保 免费流量 道路救援在内的诸多专属权益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做的还不错 欢迎点赞投币一键三连 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最大动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